好接下来呢咱们继续往下讲 那刚才这段我们已经封完了 封完了之后呢 咱们回过出来 就直接把我们要去定义的 关于上传用户头像的这样一个视图呢 我们给它定义出来 那这个视图我们给它定义到哪呢 因为当前的 因为我们在当前的哪呢 在当前的这API里面呢 有一个passport跟Marioture Code 然后呢 passport我们说过了 这只是关于用户认证 通常放到这了 那其他参数呢 我们再另起一个文件 比如说我们把它叫做 这样的用户资料 那就是profile profile呢 是通常关于用户资料的 所以放到这 coding 然后呢 我们在这里面去定义视图 咱们还是先把蓝图引入过来 从当中的点去引入下API 引入下API之后呢 在这里定义视图 回过出来 是不是还得在蓝图里面 去把这个文件引过来呀 这里面不要去忘了 然后对应的是profile 把刚才的文件告诉他 然后呢回回来 在这profile当中 来进行定义 那比如说我们定义的就是设置用户的头像 设置 我们定义的这个资源路径 API 我们怎么进行定义呢 这个资源什么资源呢 应该是关于用户的吧 user的 然后呢 他的什么资源呢 头像吧 avator 是用户的头像的资源 然后呢 那他的请求方式呢 因为现在是不是相当于让我经营保存呢 所以是在我后端去创建了这么一份数据 所以也就是说 他的请求方式 my source 应该给你设置为 pose方式吧 你以pose方式来向我后端 给你保存这么一份资源 这是关于战略 然后呢 那相对应的 我们接下来就去写试图了 试图当中的话 咱们在这里面来看一眼 相当于我在这个地方 要用到什么样的数据啊 参数 前端需要跟传输参数 我们去想一下 首先必须得有图片吧 这是图片 必须得有的 然后呢 还得知道 你到底保存的图片 是给哪个用户进行设置的吧 实际上还得有用户啊 也就是说得有用户的ID 那这个用户 我们现在来看一下 除了这两个参数之外 还需要有能量的其他参数吗 是不是已经传了呀 就是图片跟用户ID 所以呢 这里面分析完了 分析完了之后 那我接下来就进行处理了 这个图片 我们怎么去传 这个图片 图片的话 实际上是不是已经是 二二进制的数据了 跟我们之前所去传的 那些个文本数据 都不太一样啊 所以那这时候呢 我们就不再把它 以接线的方式往后传了 因为接线的方式 我们在传的时候 通常是不都去传的 这个文本数据啊 所以现在既然是图片的话 那我们怎么让前端给我们传呢 我们就让前端 你就去使用多媒体的表单的格式 去传就可以了 那这个多媒体表单的话 无论是你的网页呢 还是你的AP 都可以去往后传的 这是可以传送过来的 所以那图片 是以这个多媒体表单 也就是我们之前给大家说过的 能够去上传图片文件的 那我们就表单了 然后我们进来再看 那用户ID呢 用户ID从哪来啊 因为刚才我们说了 是不是得通通的session啊 但是你再分析一下 这个视图是随便都能访问的吗 不是吧 是应该在登录的情况下 才能访问的啊 所以我们还得把那个装饰技术加上呀 一旦加入了去 那个userID 就在装饰器里面 那个这对象当中 是不是能拿出来呀 所以那这一点也解决了 所以呢 我们现在回回来 我打开这个东西 我们现在进入那个装饰器 装饰器的话 我们定义到iHome的 对应的Utils里面的common当中吧 common里面 有对应的login required装饰器 我们拿引过来 引过来之后 那你先来看一下 对于适途函数来说 我现在是不是要加两个装饰器了 那我的装饰器应该是放到上面呢 还是放到下面呢 是不是应该放到下面 它的一定会有先后顺序的 那这个先后顺序的话 怎么去理解呢 就相当于 无论如何的话 api.road 是不是要装饰一个适途函数啊 所以它应该放到最外层 然后呢 装饰的是哪个适途函数呢 是这个适途函数 只不过适途函数的话 还要被这个逻辑给补助上吧 所以就相当于对于api.road 这个装饰器来说 底下是一个整体 所以就相当于 我们把这个login装饰器呢 应该放到底下来 好 这是关键点 加装饰器之后的话 那useid从哪来呢 就是这对象里面吧 就是这对象里面的useid 就能够提出来了 所以现在来看出来 那相当于的参数 我们也分析完了 分析完之后 就开始去写业务了 所以呢 第一步还是用来去获取参数吧 咱们现在呢 就不再去写对应的 这样的一个注释了 咱们直接去写 首先呢 要获取参数 useid 直接有了 这对象里面的useid 这对象哪来呢 还得从class里面去引入 引入这对象 然后呢 我们还会用到对应的current app 然后呢 还会用到jsonify 然后呢 还会用到request 咱们快点过来 然后看一下 这是从这对象当中呢 能够去获取对应的useid 你现在把这个注释给大家写一下 装饰器 记得逻辑中 代码中 已经 已经将 userid 保存到 这对象中 所以 视图中 可以直接 读取 好 这是关键的地方 然后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那这个图片 我们说的 就按照之前 我们给大家去讲的一个图片的 传除方式就可以 所以也就意味着说 我们接下来在进行获取图片的时候 获取图片 就直接通过request.files往外拿就可以吧 那它对应的是一个对象 所以我们在那里面去起一个东西 然后呢 我们要求你前端给我传的时候呢 得给我传一个名字 传一个什么名字呢 比如说把它叫做iwater 然后呢 以这样方式的字段 给我上传图片 所以呢 在这里面我去拿一下 就这个东西呢 对应的就是 emage 图片的文件 然后呢 拿到之后 我们是不是得进行教育参数啊 它不一定会有吧 所以我们进行判断一下 如果说 emage fail 它什么东西呢 它是 n 它是n 的情况下 没有 没有的话 返回 jsonify 当中 error number 对应的 iET iET还没有 引过来 从iHome的 youtils 当中的 response code 导入 iET iET当中的 又是参数错误 然后呢 error message 对应的是参数 是未上传图片 哦 这时候 图片也有了 图片也有之后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就可以去读取图片的数据了呀 那就相当于图片file 然后呢 read的方式 直接读取文件的数据 image data image data有了之后 那我们接下来 是不是就可以去调用轻牛上传文件了 调用轻牛 上传 图片 那上传图片的话 刚才我们刚刚封装好 所以呢 咱们也去引入一下 从哪呢 从iHome里面的Utils 然后当中我们是放到了image storage吧 image storage 封装了一个函数 storage 然后呢 我们通过这样方式 进行上传 然后呢 把直接image data image data image data 进行上传 上传之后的话 那我们接下来 咱们在这里面进行操作 那你说上传的时候 我在这里 是不是应该得去获取一下 上传之后的那个图片的名字 我才能够给保存到最应的数据库当中啊 在这里才能保存吧 那我们刚才封装的那个地方的话 image code storage 实际上 咱们在这里是没有进行返回啊 所以咱们在这里面拉了一点操作 那咱们在这里进行操作的话 相当于把这个函数呢 还得进行一下调整 调整东西呢 刚才我们在这里面 已经跟大家去看过了 这样的东西了 上面的RIT当中返回的是一个对象 里面有status code 所以呢 我们可以通过这样方式来进行判断 如果RIT 如果这个先打算是infor infor里面是个对象 如果infor这个对象里面的status status code 它实际上是一个整数 如果它什么用呢 它是200 这个状态码的话 表示上传成功 比方上传成功 所以呢 如果进行是上传成功的话 那咱们应该怎么做 是不是直接反过就可以了 那反过的话 应该是这个 在这个RIT 比如说后打印出来 这个RIT 这个字典当中 k是不是它的文件名字 所以我们可以直接返回 返回的话 就上传成功 返回文件名 那文件名字呢 就是直接在这个RIT当中 然后呢 它是个字典 我通过字典的方式 往外去拿一下 对应的k 返回文件名字 然后呢 那再相对应的iOS呢 iOS的话 什么东西 iOS的话 我们去想了 iOS就代表上传失败吧 上传失败 那上传失败的时候呢 这里面可以怎么做呢 这里面就有两种方式了 一种方式是 还有没有一形象 我们之前跟大家去讲的 哪个东西 讲的是 发送短信的时候 发送短信的时候 上传成功跟上传失败 是不是通过这样的 零根复一来寫几名字呀 那我们在这里 你们是不是可以去 直接去返回一个 比如说 这个文件名字 最终肯定不会是负一吧 比如说 我可以从这样的方式来返回呀 那除了这样的方式之外 我们再来给大家去 举一种应用方式 哪种应用方式 我能不能去 这样的一个 rease操作呀 可以吧 你上传失败了 那我就给你 抛出一个异常 我以异常的方式 来通知你 这里面会有问题 所以呢 这也是一种解决方案 所以你在那里面看一下 rease exception 咱们在那里面去写一下 相对应的 这是 我们去 上传 犀牛 失败 通过这样异常的方式 来抛出 好 那这时候有了 这时候有了之后 那我回过头来 咱们在profil当中 掉这函数的时候 拿到的是不是就是文件的名字呀 把它叫做file name 就是这样的文件名字了 所以那你现在来看一下 对应于这样一种调用 我是不是要去捕获异常了呀 对吧 要去捕获异常 然后呢 我们要跟大家说 那实际上 哪怕我们在这个地方 自己不抛出异常的情况下 那你说我在去掉 那story的时候呢 要不要去try sip一下 需要吧 因为就在这里面 我们掉那profil的data也好 上面的方法 是不是都是漆牛通装的呀 它跟漆牛进行通讯的时候呢 也是网络通讯所以呢 也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所以呢 我们在这里面呢 必须要去捕获异常 然后呢 还是要去记录下 日子信息 error 然后呢 在这里面 如果上传失败的情况下 我们后面是不是根本就没有必要消错了 所以直接返回就可以了 直接返回 那返回错误呢 因为是这样的漆牛 所以呢 也是第三方错误 就是sir的error 就是上传失败 好 这时候我们再来看一下 那这个地方 如果没有返回的情况下 那也就意味着说 file这个name 是不是应该会存在的呀 对吧 filename存在的话 那这个东西呢 就是文件的名字 返回文件名 那这个名字的话 我们就应该对应的就是访问七牛的那个路径的吧 刚才咱们刚才给大家看到的 就是这么一种值 就是访问七牛路径了 所以呢 这个路径的话 我要保存到哪呢 要保存到咱们的用户的这个表里面的这个Avator URL当中吧 要保存到这儿了 那保存到这儿的时候又有情况了 什么情况呢 我们刚才已经发现 咱们在这里面返回的时候呢 返回的仅仅是那个K吧 这个K是不是只有什么念名字啊 而对应的完整路径的话 还有七牛的域名呢 所以这时候来看一下 我保存到收据库当中的这个地方就有了 你说我是要保存整个路径呢 还说仅仅保存文件名就可以了 你去想一下 我保存到整个路径没有问题 最终能够去使用 但是我发现只要是保存到七牛的话 同一个空间当中的这个域名永远都是一样的吧 如果永远都是一样的情况下 我还把前面这个东西给你保存进去 是不是有点浪费空间了呀 每条这种唯一不一样的话 就是文件名了 所以我们在这种保存的时候呢 为了节省空间 咱们就仅仅只保存文件名 而对应这个路径就不再保存了 所以也就是说 我们接下来这样的面条去处理了 保存文件名 到数据库中 保存文件名到数据库当中的话 那我们怎么去保存呢 数据库里面的应该保存到用户这张表吧 用户这张表你说记录已经存在了吗 已经存在了吧 是不是已经通过ID能够找到了 我们要做的工作就直接怎么去动呢 直接进行更新就可以了 对吧 所以咱们就可以直接对它进行更新操作了 但是你现在来看一下 那我如果放到这个地方 咱们可以先把它引入过呢 在哪呢 从 我们得先去把模型的引入过来 从iPhone里面的Models 引入一下 对应的User 引入它 引入它的时候的话 那咱们就可以在这里面进行操作了吧 User.chory 然后呢 进行什么样操作呢 我们说过 可不可以在进行查询的时候 同时进行更新操作呀 可以吧 Filter Filter 然后呢 Filterby是不是可以呀 直接根据谁呢 在Models当中有一个叫做ID ID 所以直接是Filterby 然后呢 ID等于这样的UserID 然后呢 后面再Update一下 直接更新证据 是不是可以呀 其实可以的吧 可以这样进行更新 但是你现在来看一下 我如果按照这样的更新的话 那咱们这里面会有一点点问题 什么样的问题呢 如果这个用户的ID 如果这个用户的这个ID的话 那假使来说 它有没有可能不存在 你要去想到这个细节 有没有可能呢 不可能吧 原因在于哪呢 如果没有的存在的话 那Session的心理的ID哪来的吧 所以你要在这里面 要有那个意识 这个地方 你再去存取这个数据的时候呢 它是不是一定真的存在 所以你要去想到这样一点 这里面实际上是存在的 所以呢 那我们在这里面 直接进行更新操作 就可以了 Filterby ID 等于UserID 后面 是不是直接跟上 那个字段的名字就可以了 放到这 那字段名字呢 就是iVoter的URL 放到这里面 它是细节方式 来听存带 然后呢 它的值按照刚才我们所说的 直接存放那个FileName 是不是可以了 FileName放到这 然后呢 这时候的话 还得去Try一下吧 Try一下 然后呢 还要进行一下提交吧 还有一个DB 还得从哪呢 还得从这个iHome当中 iHome里面去 引入一下DB 然后呢 引入到DB之后呢 DB.Session当中的 Commit提交一下 提交之后呢 Except 这里面有可能会出现问题 然后呢 Ice一下 首先出现问题的话 就是DB.Session当中 我不要回滚呀 Rollback 回滚 然后呢 再记录一下日志信息 Logger.Error 然后呢 再来往下走的话 是不是才要去 返回一下呀 这个地方 我都保存失败了 我得告诉一下前端 所以应该是Error 对应的Number R.E.T.里面的 数据库售吧 DB.Error ErrorMessage 就是保存 图片信息失败 然后呢 这里面保存 保存完了之后的话 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 如果说这个地方 没有出现问题 那再走的话 已经更新完了 更新完了 我就可以接返回了吧 保存成功返回 返回的时候呢 也直接就是相对应的 Return Json 直接返回 然后呢 他对应的状态码就是OK 然后呢 相对应的信息呢 是保存成功 好 那么先来看一下 保存成功的时候 在这一条一点 我们除了返回这两个参数之外 那通常情况下 我们的后端试图呢 还可以再返回一下 不加信息 那从哪里两方面呢 第一点方面 这个Return 风格就说了 Return 风格里面就建议我们 如果你对应的 试图上的对应的呢 是这样 在后端保存数据 或者修改数据的话 那你尽量的情况下 你可以把你保存那份数据的信息 或者是修改那份数据的 最终的信息呢 你返回一下 这是第一点 那哪怕不考虑这样一点的话 我们考虑到咱们的产品里面 你说 我如果在这里面 一旦点击上传 上传保存完成之后的话 对于我前端来说 是不是为了友好度 应该把它上传图片 再展示出来啊 对吧 那它在展示的时候 这个地方是不是要用到 那个链接地址信息了呀 所以从这样的角度的话 我们也尽量的 要去给它多传一个信息 多传一个什么信息呢 多传一个信息的话 比如把它放到data当中 多传信息就是说 你刚才上传的话去的 那个图片的链接地址 是什么东西 然后呢 能够让别人进行使用 那比如把它叫做iWater 对应的URL 这个链接地址是谁呢 我们保存的时候 拿到的仅仅是个文件名 我师父还得把 漆牛的名字拿回来呀 所以咱们给它 先拼接上一个iWater 完整的一个链接地址 我先给你放到这儿 那这个七牛的域名呢 咱们也对我们来说 也是一个长量 所以你可以保存一下 对应这个链接地址呢 咱们是放到了空间这里面 我们把这个链接地址 域名拿过来 咱们给它不写到写死 这时候的话 你看一下 你把它保存到哪都可以 你可以把它保存到config 也可以把它到长量 这就跟你怎么去理解的问题了 比如说我们把它保存到长量 这应该就是七牛的域名 咱们把它写下 最应的就是七牛 UHL DOMM DOMM DOMM是不是就域名了一下 http 最应的 然后呢把它放到这儿 咱们把这个链接都给你写完 放到这之后 然后呢 回过出来 回过来之后 我就可以在七牛当中 而在这个程序里面去使用它了 咱们还得把长量引过来 constance 在这里面应该是 在这里面应该是这个地方 constance当中的七牛的这个东西 再加上刚才的file name 是不可以了 我们在记写的时候呢 已经把前面的东西 hb加上斜线都写完了 所以直接拼 拼完了之后呢 在这里面直接返回 avitor 两东西 好了 这样的试图就写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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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